今天又回到 PSV 了 应对网友的要求,我今天介绍一下 Vita Graphics 它是可以应对某式游戏做一些解像度的设定 可以设定高解像度和低解像度去省电 或者有些游戏可以控制 frame rate 当然,你们都是需要一部破解了的 PSV 如果大家未破解,可以回到 PSV 破解的第一集 里面又教大家如何破解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在下面给个赞,再按订阅 再按下小铃铛,我的新片便会通知大家 首先,我们要来这个网站,下载了 Vita Graphics 的设定器 是一个 VPK 连续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 我们在这里按这个,VPK 再按下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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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有 Vita Graphics 的设定器 大家可以按下小铃铛的设定方法 大家可以按下小铃铛的设定方法 按下小铃铛 但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我今天会用 Auto Plug-in 去安装这个插件 这就比较简单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你们先下载这个 Auto Plug-in 我本身已经有了 以及我之前的影片 都已经有教大家如何安装 那我就不再说一次了 我连续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 我们在这个网站 我们拉下小铃铛 这里下面有些游戏 可以运行到的 不是每个游戏都可以 但是也有很多游戏都可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如果准备好 已经 Auto Plug-in 和 Vita Graphics 的设定器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PSV 里 那我们在我们的 PSV 里 我们先开了我们的 Vita Shell 我们先开了 接着我们按 Start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 设定 USB 里 如果你想用 USB 过的 但是我就 用 FTP 过了 OK 我们按 Select 然后记录了 IP Address 我们就按 OK 接着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电脑 电脑 我们准备好 Vita Graphics 的 Configurator 就可以开我们的 File Set 接着把你刚才的 IP Address 输入这里 我已经有了 所以快速连结 放在哪里都没什么所谓 那我就放在 UX0 里面 那我就这样拉进去 OK 过完之后 我们又可以回到我们的 PSV 里 OK 回到 PSV 里 我们可以按 圆圈 cancel 这个 接着我们刚才在 UX0 那我们找回 Vita Graphics Configurator 这个 .vpk 我们按 交叉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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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多一次 YES 它才开始 install OK 完成了 如果大家还没安装过 Auto Plugin 就这个时候安装了 安装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离开 Vita Shell 先开 交叉 接着我们在外面开 Auto Plugin 接着我们去 Vita Plugins 接着 install plugins 接着我们需要找 Vita Vita Graphics Vita Graphics 就是这个 我已经有安装了 我可以再按多一次 选择之后 按 三个型 放动 wurdec-5 再开 交叉 再按栖 小元 千万 确认 这我们已经 människ忘了 至于编照 按下键,然后按下键,然后按下键,然后按下键 如果不然,就会有整个游戏 按LR可以按左右 但如果我们未安装游戏,我们设定来也没意思 所以我们去这里,按下键,按下键 即是安装游戏,按下键 按下键,才能处存到你刚刚做的设定 按下键,我现在有这个 ASFET Injection 按下键,现在按下键 我已经是最高的RESOLUTION 当然,你可以减低RESOLUTION 如果你在外面玩的,没有机会充电 你现在设定下键,就可以玩长时间 但如果你想好,当然设定最高 只要你输入数据 符合分数据,就可以了 按下键,就可以按下键 按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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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WRC 我就是Default 我就是Default 这个就不能输入的,只有三个Size 我先选最差的 按下键 按下键 这个也能够 按下键 大家看到左上角 已经有个Size 證明已经正在运用 WITER Graphics 去设置这些解像度 现在没问题 这个的Default 都是最清智的 沒問題,很清晰 很順暢 我不再浪費時間做一次,如果差一點的版本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 可能我這款遊戲沒有設定 frame rate 即是沒有那麼明顯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但我之前自己試過的,低清的背景是會差很遠 但這個現在也很清晰,沒什麼問題 無論如何,我先出去 大家自己試一下其他遊戲 我今天只是教大家如何使用 所以我就不浪費時間再試另一個遊戲 我們現在進入Vita Shell 我們在Vita Shell 打開UX0 我們剛才安裝了Vita Graphics 就是在這個App裡面 不是在Data裡面 接著有一個Vita Graphics 這個Folder 然後按進去 接著我們去Config.txt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可以做剛才的設定 亦可以直接在這裡輸入號碼 譬如,這裡有些遊戲ID 這是遊戲ID 大家當然要知道自己在玩的遊戲 想改變的,是什麼ID 才可以在這裡改變 我已經忘記了號碼 但無論如何 譬如,有些遊戲 你可以看到有FPS 這個就是FPS 這個就是FPS 可以直接輸入那些FPS 30、60 如此類推 這裡都可以再做改動 當然,在這裡改動完之後 你要Save 才能運行 所以,這就是FPS 基本上 Vita Graphics 就是這樣用的 今集 短短的說了這麼多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下面給個讚 再按訂閱 再按訂閱 再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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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拜拜